Hello 大家好 我是Alesha 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歡迎大家到Hancouver 我的拍檔就是Nicole Chan 她是Based in Vancouver的Immigration Lawyer Hancouver Podcast 我們每個星期探討一個項目 用你問我答的形式 我們上個星期 港師Canadian Immigration Lawyer Association 就推薦很多改變的 都是希望 其中一個就是Medical Intermissibility 什麼意思呢 如果自己身體有問題 有可能根據嚴密法律 IRCC就會拒絕你入境或者你的簽證 我們今個星期再探討一下Medical Intermissibility 有什麼病呢 我都可以問 我受什麼病 我高血壓 吃那些減血壓的藥 會不會令到我嚴不得聞的 究竟什麼叫Medical Intermissibility 有什麼呢 我經常都說加拿大移民有法律的 有法可依的 不是說一個Officer 我覺得你正在吃患性病毒就不可以來的 其實是有些很正確的計劃的 Nicole請你和你分享一下 麻煩你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是 每一個移民過來加拿大的人都要做身體檢查 身體檢查的時候 醫生就會問你的歷史 你有沒有吃藥 你之前過往的紀錄 可能就會叫你做更加測試 然後醫生會做一個判斷 會寫推薦 他要做一個報告給IRCC那邊 然後IRCC那邊 有一班訓練過的警察 只是看醫療的 他們就會篩選了 我覺得你會不會是 例如Danger to Public Health、Danger to Public Safety 或者Excessive Demand 我們這三個類型 其實Danger to Public Health和 Public Safety 我真的很少見 最多都是Excessive Demand 可能就是你有癌症 你要做手術 這個可能很貴 我們現在的Excessive Demand threshold 是二萬六千多元一年 是 如果他覺得你會超越這個數目次的話 他可能就會禁止你的 或者可能就是你的肌肉失敗 可能你要做一些 不知道你要洗你的肌肉 你要洗乾 或者可能你要吃某些藥 你又要做transplant 你一要做organ transplant 也是很麻煩的 是 這樣 所以其實這些你都要看一看 會不會觸發到Excessive Demand threshold 這些是最大腦的 如果你說Danger to Public Health的話 每一次你申請到加拿大 他都會問你 你有沒有接觸過你自己本人 或者你自己有沒有接觸過 有Tuberculosis的人 那Tuberculosis是很嚴重的 因為它那個 它是infectious disease 就是你一有的話 你身邊全部的人都可能會中的 那就很嚴重很嚴重的 所以好像COVID那些 那變成了你 它一定會問的 嗯 嗯 那就是那個答案就是case by case 就算是這個disease都很多種的 cancer都很多種的 你cancer可以是stage 1 那做個手術就沒事 那樣的嘛 可能stage 4 那又要做 Chemotherapy Tarcus Therapy Emo Therapy 那很貴的嘛 看看 就是case by case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的Metal Condition 所以我們有些initial assessment 請你PM我們 希望這個case question 幫到大家 如果有用的 請你和你的親戚朋友分享 如果你覺得有其他topic 所以我們去幫你做research 請你在我們的comments留言 如果你覺得有需要private consultation 請你PM我們 謝謝你 謝謝Nicole 多謝你時間 拜拜 拜拜 下次見